你知道作为地球第一强者红 他的老婆是谁吗 一直都没见他落过面 有没有可能会是妖老呢 在看视频之前能帮小编我长按点赞三秒吗 太感谢 喜欢吞噬星空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 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 众所周知 红是极限武馆的创始人 也是地球上传奇的存在 是所有武者修炼的目标 那么就是这么一位天下无敌 光彩照人的人 也是有着两段悲惨的感情经历的 第一段感情便是在大涅槃时期 红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相识相恋 可因为世道混乱 这段美好的感情并没有持续太久 红的妻子因病去世 但是他却给红留下了一对儿女 不过在动漫中并没有放出红的儿女是谁 但是有很多小伙伴猜测 三大亲卫中的冰山和妖娆 很有可能是红的儿子和女儿 要知道能成为亲卫 那与红的关系绝非一般 再加上他们的实力都非常强 如果是红的后代也是很好理解的 第二段感情是红在宇宙中冒险期间遇到的 那时候的红在宇宙国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他的优秀 也让一位女孩对他产生情愫 红也逐渐对这个女孩也产生了感情 就这么的两情相跃在一起 当得知这一消息 作为他好兄弟的罗峰和雷神都震惊了 要知道红是一个非常专注修行的人 对感情可谓相当冷漠 当初在地球 凭借着他的地位和权势 想要嫁给他的人不在少数 可红都无动于衷 可想而知 这次红竟然动情了 这简直比铁树开花还要离奇 而红喜欢的女子正是基青 基青作为宇宙级九阶的强者 也是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 但是他们的感情 遭到了基青家族的阻挠 虽然看在罗峰的面子上 基家同意了这一门婚事 然而好景不长 基青提出了分手 红的的第二段感情再次以悲剧收场 那么问题来了 基青为何要提出分手 是因为不爱了 还是因为红有小孩 欢迎把你的答案就在评论区